是那個誰進去了嗎 風石萬代 麻波羅 蛤? 風石萬代不就剛剛那個神嗎? 麻波羅的那個係 麻摩魯阿拉斯卡納瓦 神呐 有點看不太懂 什麼東西 有一個畫著傘的繪畫的衝力是什麼東西啊 衝力是什麼什麼東西啊 幹 先看說明好了 要舉 有的時候要舉向天的東西 扇子 那就是閃囉 要舉向天的東西 有時候要舉向天的東西就是閃囉 又不是拳頭 喔是屏風 鏡子 那應該就是把那個 閃給撞掉就行了吧 軍配是那個 軍配也有可能指向天對不對 軍配就是那個以前那個將軍手上拿的那個指揮令 好像有可能 好吧 先問這個小屁孩好了 哎呀應該是小蘿莉吧 怎麼被打得那麼慘 好可憐喔 你就是禁手院匪千代 無人打得なんで信じられない 真不敢相信你平安無事呢 這裡充滿了很奇怪的氣氛 我叫做 白碧 那現在是小蘿莉吧 但 他說啊 可能你也已經注意到了也不一定 剛剛 那些對你很壞的那些人 都是風石外帶神的使者 都是因為我的錯 他們都已經發狂了 一定很恨著我吧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連鎖切斷不可 不能單方面的喔 兩邊都是 就是不能再干涉了 捏 Akechiyo 你是為什麼到這來的呢 你是為了要殺掉Toyo-sama嗎 摇頭沒有啊 我來找鏡子 鏡子 你找Toyo-sama的鏡子嗎 那個提燈是Toyo-sama的東西 Toyo-sama把力量借給了禁手院家的人 集了收集鏡子 就能再見到Toyo-sama了嗎 那我也一起去吧 那 你不能跑的時候就麻煩了 Akechiyo 就可以把他做為替身就好了 嗯 是嗎是這樣的意思嗎 好隨便 Toyo-sama的提燈 而且這孩子怎麼傷得這麼嚴重啊 要不要等一下帶他去 戰獵大人那邊幫他治療呢 我有一個木槌 百壁成為了我們的夥伴 唉唷好慘喔 不知道少女還少年就是了 木槌可以幹嘛 喔很容易會壞掉 所以大概只能敲一次就對了 啊抱歉我很痛不能跑 啊我帶了一個駝油瓶 芙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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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t桌 醫生 你家槌子敲他幹嘛 你們這有什麼毛病沒有啊 豐樣之神 啊 他說是代表豐盛的意思 比起男神女神比較多 可是我們那隻是男的啊 好 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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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樣之證 豐釀的證明 那大概就是什麼 我來看一下吧 豐釀的證明喔 鑰匙 絕對不是啊 呵呵智障才會選鑰匙 豐釀的證明應該是什麼 稻穗之類的吧 卷物 也不像啊 四天水盈三安 嗯 豐釀的證明喔 看一下 米錶 啊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米錶 米錶是那個米袋嘛 對 米袋 應該是這個沒錯 寶珠 也不是 啊 就是米袋啦 這種解謎根本是瞧不起我們的智商啊 羞辱人啊 有雷聲的水神 龍神小 雷聲的水神 墨 不是吧 墨只會吃夢而已啊 有雷聲的水神 什麼 唐獅子 唐星子我倒是知道啦 唐獅子是什麼東西 唐獅子應該也不像吧 龍 有雷聲的水神 好像是龍吧 我記得龍好像都是水神的樣子吧 虎 那應該是龍吧 神 2 1 3 4 麵 0 4 讓草木豐盛的神使 馬 應該不是吧 馬跟草木豐盛也沒什麼關係啊 蝶 蝶跟草木豐盛好像也微妙微妙的 再看看別的 鯉魚喔 鯉魚根本不是草木啊 根本連樹上都不是了 嗯 雞 雞 也不對 那應該是馬吧 這樣看起來比較像馬 草木 的果實 雞喔 草木的果實 果實 果實 蝴蝶吧 雞嗎 蝴蝶 吧 應該不是馬啦 果實的話應該就是 你們都覺得是雞嗎 為什麼我覺得是馬呢 欸應該是蝴蝶 蝴蝶不是可以獸粉嗎 就可以結出新的果實嗎 我 覺得是雞嗎 不行 我要trust myself 我相信一定是蝴蝶 台北解謎小王子的面前 你怎麼知道搞不好他比較潮 他有啊 啊 哎呀鯨魚講 你搞錯了呢 現在來跟我們講講話吧 好痛好痛好熱 啊 皮被剝下來會痛 這樣我們上去就結束了 好 我們先上上上去好了 捏捏捏鯨魚講 你聽喔 你剛剛過的那個門 你知道為什麼會破掉嗎 是我是我 啊破掉的是我 你看 給你看個好東西 啊 那個門是 啊 誰在階梯底下呢 以前呢有一個掌管食物的神大人 啊 他有各式各樣的神史 從中有個什麼貓嗎 那是貓嗎 啊你知道打吞那些古物的老鼠 是要用貓對吧 啊 有一天呢貓受傷了 然後再哭 哭哭然後呢 哭啊哭啊然後呢 其他的神史呢 什麼 只以為是不是指說是 就是什麼 好像是摔摔倒了 是不是受傷了 那個貓的周圍是一片血海 啊我剛剛沒有看 那貓的周圍是一片血海 然後呢 然後什麼貓咪 是不能說話 啊找到什麼貓咪是不能說話的狀態 然後 什麼 這卷沒有看到對不起 看不太懂 他們想說那個貓放一陣子 應該就可以說話了吧 是這樣子嗎 然後呢我就在境內的 趕著那些老鼠 欸這是百壁喔 然後有不知道的人 欸什麼 來參拜 又踢又打 然後又切什麼 又綁 啊 Toyosama他 找到這邊太快 有點來 來不及仔細看 打破了約定 出現在人們的 面前 神話時代 噢他們就給了他痛苦是不是 然後他可以聽到Toyosama的悲鳴 我這邊等下再一起解釋好了 我這邊等下再一起解釋好了 有趣 就算是 用來示範 了 牛肉 有些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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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普及大運 有些大運 對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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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這邊講一下好了 剛剛他講的故事 就是反正就是雞巴人類做的事情 就是好像就是万代神有很多神史 然後人類好像就是去 不知道對那些神史做什麼 好像是就是反正就是人類 因為某些原因就 剛剛我前面最前面沒有看懂 但是他應該就是因為某些原因 就是貓好像就是被被被就是被打 就是他們神史就是被人類虐待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剛剛那隻貓 就你看到那個百壁 然後後來後來 Toyo-sama就這個万代風石之神就現身了 然後現身之後 他這個神就被人類給殺了 本來人類是他應該不能現身的 然後人類殺了他之後 就搶走了他的鏡子 但是那個鏡子 對於人類的負擔來說太大了 所以他們那些人類就把那個鏡子分成了好多片 然後大家就是分成每個家 那有拿那些碎片的家族 他們改名就叫做禁守葬 他就有說為什麼你不覺得禁守葬 這麼奇特的名字有這麼多家很稀奇嗎 然後那些鏡子就分給大家之後 就可以確保他們土地是豐盛的 然後Toyo-sama就這樣 就是這個大人 就是這個神大人就被殺了 那這個神大人最後被殺的時候 就有留下一個作祟 就是他沒有說為什麼 可能就因為某些原因留下了作祟 然後就是那些人 那些曾經殺過他人的後代什麼 就會中一種詛咒而死 就是把那個嘴巴塞進了一堆沙子 然後就這樣死在那邊 他說這可能是他留下來的一種詛咒 對 食物的怨恨很可怕吧 簡單來講就是雞巴人類做的事情就對了 對 然後當然就是他們啦 這就是你的祖先啦 這都是你們的罪行 好啦 你就回頭走吧 幹 我是一路滾下去是不是 這個傷是你 你把他帶過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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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紫時音跟蒼衣 從那天開始一直都沒有在聽我說話 Toyo-sama反而把那個 Akechiyo當成了是我方一樣 雖然他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討厭禁手院一家人 我一開始見到的時候 他已經剩不到一半了 他就是那種他們家族做過那種錯事 當然就要他們子孫背負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怎麼樣才能報仇 他就想這些事情 可是呢 阿 Akechiyo是沒有錯的 他雖然不能說話 但是他一直一直都在幫著Toyo-sama Toyo-sama也知道了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才察覺到 欸? 紅萬你跟Toyo-sama見到面了嗎? 在哪裡? 阿 他除了食物以外 他除了食物以外 也能掌管詞語再生 阿 搞不好他就可以幫上忙呢 我也要去見他Toyo-sama 你很快就會見到他了 雖然我不知道 阿 你相不相信就是了 所以我剛剛選對了嗎? 沒事吧 阿 你傷得好嚴重 我趕快帶你去Toyo-sama那邊治好你 欸? 所以我剛剛選對了嗎? 我剛剛蝴蝶真的是對的嗎? 等一下 記錄12 等一下我回去 我想看一下記錄12 到底是對 對不對 再治療一次Toyo-sama就要掰了啦 所以 難道我對了嗎? 蝴蝶 對啊蝴蝶應該是正解吧 我跟我講試一下其他人 啊 哈哈哈哈 馬上掰 對啊蝴蝶是正解 你看不是跟你們開玩笑的 我跟你講台北解謎小王子絕非浪得虛名 好吧 那我們就先回去找他吧 紅萬鈞好像也受傷了不能動 可是我看起來我身體好得很阿 你所擁有的留下的鮮血 你所擁有的留下的鮮血 嗯? 我覺得這片翻的真的不是很好 有些東西都沒有講出來 我們先回去吧 欸? 我要怎麼回去 喔 小鎚 喔 他說你所拿的東西可以 留鮮血 弓石 看一下 弓箭嗎 這是什麼 剪刀吧 剪刀吧 剪刀根本就有流過血阿 剪刀根本就有很需要 挑戰 弓箭 他的弓箭嗎 那個 一 嗯?那難道是弓矢嗎? 剛剛那個鐮刀也不對 啊說到鐮刀好像Hikurashi就是那個寒蠶好像 寒蠶好像要出一片新的 欸還是不能流血那應該是我看錯了 那應該是說不能留鮮血的就是小鎚吧 應該說因為剪刀、弓矢跟鐮刀都是可以留血的吧 Motsu Sorete Nagareru 對啊應該是這個啊 那沒錯啊是我拿的 喔就是我拿著鎚的關係嗎? 好吧 我跟講說寒蠶好像要出一片新的 對啊 到PS4上還是哪裡的樣子 嗯?怎麼了? Akechiyo 怎麼了 敲打他 揍、弄碎 蛤?要幹嘛? 等一下等一下我現在要幹什麼 我現在要對什麼東西做事情 等一下 喔NS寒蠶 喔NS的 等一下 我現在為什麼要打 為什麼要弄碎 為什麼要揍揍他 弄破他 我現在到底要做什麼東西做什麼東西 我是要對那個 那個擺臂嗎? 為什麼突然就跳出這個選項 我剛剛女主角好像一臉就黑掉了 然後就莫名其妙要做什麼事情 鬥嗎? 擺臂、主角、那個Kyoji 嗯 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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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什麼 喔 他用 他用木、木槌去敲自己的頭 為什麼要做這麼可怕的事情 恐怕是以前 紫時音剛剛不是說了斐仙戴的事情嗎 哦 這個孩子的祖先 對Toyo-sama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 難道是因為他很自責嗎 嗯 唯一瞬間也是這麼想 但是他之前也很衝動 他就做了這種自傷的事情 但並不完全是這樣子 恐怕是有看不到的力量 就是作祟啊 有沒有能幫他的方法呢 難道這些沒有罪的後代 就要這樣背負的罪而死嗎 別哭 人只要還有氣息 應該就可以治好的話 白幣怎麼辦 那我們要幫他嗎 嗯 因為讓我受傷的也不是他 其實他們下面的後代就是 欸木錘 木錘變回來了 啊 變回來了 放上去吧 對他有受到碎的詛咒 這個神 這個神架到底是為了什麼才在這裡的呢 這個叫祖靈社 米他 媽雅 是做神葬祭的時候必要的 完了神葬祭 完了那我覺得那隻要掰了吧 給斐仙帶吧 欸 等一下喔 鏡子應該要給斐仙帶吧 應該不要 應該不要 百幣是被虐的小貓 對對對 百幣是那隻小貓 所以這個鏡子應該要給他吧 頭部流血了 喔 所以要嘛就是我們現在可以把鏡子放上去 或是先留起來 啊你們說呢 要放嗎 還是先留 來來來來 你們決定一下吧 要不要放 還是先留在身上 那個鏡子 先留起來喔 那先留起來就直接把他帶回去囉 那就先把他帶回去吧 啊 好懷念的味道 啊 好久不見了 風十萬代神 嘖 可是剛剛已經恢復啦 剛剛是已經恢復了 喔呀 你在我這個腐敗的神面前居然毫不懷疑 因為我們在一起那麼久了 Toyo様的樣子無論變得多麼完全沒有變醜陋喔 那我 那什麼柳樹下的幽靈我記得有一個特別的字的意思 但我就不知道他要怎麼翻比較好 Toyo様的身體是不是在再生與誕生那這個衝突的之中呢 才產生了變異 所以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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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以前我就這麼想 就是這些跟我有關的大家 就是受傷這些事都是作祟 嗯 來 把他帶過來 我來治療他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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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他說都是我的錯啦 要是我當時能夠逃的... 逃走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就是反正他就在責怪自己就對了 也不會也不會Toyo様啊 就是如果當時 他能夠做得更好 然後就... 就不會 他被抓起來 然後... 就他如果工作能做得更好 他說我怎麼找 那我不該活啦 如果工作做得更好 Toyo様就不會被人類殺死 然後... 然後禁守院家也不會這樣子 也不會導致他們末代還中了詛咒 你不要怪自己好嗎 都是人類的錯 人類太可惡 都是我的錯 不要怪別人 GUSUGUSU 這個誰都沒有錯啦 啊 不管是擺臂你啊 還是禁守院家的人啊 還是那些... 作祟的神 他說我恐怕已經很快就不能維持這個樣子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喔他說 之後呢我就不會... 就不會維持這個身體 欸欸欸欸欸 欸喔 欸7 Plus 欸Thank you for subbing 欸謝謝訂閱謝謝 他說 他說之後呢 他的腐爛的身體 就會誕生出一個新生命 那那個瞬間他就可能再也不是瘋石萬代神了 好了我要休息了 喔 所以他會變出一個新...新樣子嗎 紅萬 幹嘛 紅萬啊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Toyosama哪裡怪怪的呢 欸 這種時候才跟我說怪怪的 恩 你現在才這麼說 你不也叫他Toyosama大人嗎 你不是還跟他講一些以前的事情嗎 恩 他說現在除了Toyosama沒有可以對話的人 他說 先不管那個黑方的那個香味就是 那個溫柔的語氣 還有那些確實是Toyosama大人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 某種地方還有他講的話 總覺得怪怪的 而且為什麼如果他真的是神大人 他為什麼要在那個 鳥...鳥居的外面呢 不會吧 難道那個不是Toyosama嗎 蛤 如果讓你覺得不好 那真的很抱歉 恩 你一直都跟Toyosama在一起 如果擺臂你這麼想 一定你才是對的 恩 Toyosama 能見到他真好 所以他不是Toyosama嗎 Toyosama Toyosama MToyosama 摹 Toyosama 訓練 那他到底是誰啊 Toyosama Toyosama 帶過 他現在已經變多嚴重了 好 差不多 碎片的收集 啊 還順嗎? 嗯 異口 真好 來 給你個獎勵 好 很好吃耶 飯糰 那麼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地方也告訴你吧 抱歉 其實一開始就知道了 但是有一個理由才能最後才告訴你 那個 你的那個燈啊 會帶領你的 最後的一個 那就是刺穿了 葬烈十歲 啊 身體的那把刀 不用擔心 那個老實的碎神面前啊 你就把他拔出來就行了 你看 他也沒有腿 你看 他也沒有腿 他也不會追上來的 放心 一定可以的 嗯 你快點吧 啊 在那個碎神的肉體腐爛之前 欸 完了 我覺得 完全完蛋了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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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伯 絕對 有問題 絕對有問題啊 無知有愚蠢的斐千代 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這樣去吧 我的耳士有一半已經不見了 斐千代的眼神和他思考跟他的語氣都變了 襲擊你們親子 收集禁止 拜託依賴的碎神就是我 我吃肉的肉 所以也判斷不出來的吧 那時候 我的耳士在哪上 你揮一下刀 為了守護爸爸 蛤 你從家裡拿出的為了殺了我這把刀 啊 這樣練碎時你別動喔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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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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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刀 拔 化けもの 怪物 啊 慘叫的那個 從他那個慘叫的碎石的傷 石碎的傷口 流出了 像是湯水一樣的東西 然後從眼睛 嘴巴 就是這邊流了出來 封十一代金 喔喔 是那把刀叫封十一代金是最後一個嗎 看這個結 看一看這個結局吧 謝謝你斐千代 謝謝你這麼努力 好啦 你可以放心的出去了 哇 假如改 你明白吧 啊 你的祖先啊 將 多虧你的祖先啊 將我們 將我切開來 然後 啊 身體沒有辦法好好的再生 就分成了兩個 一個是變成了原本樣子的瘋石萬代 另外是一個變形啊 會不斷再生醜陋的葬裂石 可惜的是 啊 身體也一樣啊 跟身體一樣 力量也分開來了 就是都擁有 他說 都是擁有不同的力量 我是負責做碎的 他是負責再生的 所以其實我是做碎 他才是瘋石萬代 但是既然只要得到了鏡子 然後我就拿到了主導權 那 所以那傢伙就 食べ到了 喔 就是 喔 就是因為本來就是 就是本來他鏡子在那邊的話就是 對方的主導權 他在找人去拿 對 萬一被他吃掉 他就會消滅 所以我只能趁著他在睡覺的時候 不斷的現身去找那些保鏡手院的人 襲擊他們去找鏡子 但是呢 這種硬弄出來的身體其實不自由 要復仇效率也不好 所以就找了 那 在那個鏡子回來之前 那 然後 那那個 喪獵時已經察覺到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只好 只好說把他的肉 就是給我們吃 然後呢 匪前代就吃了我們的肉 收集了碎片 然後用我的那一部分就殺死了他 他說 什麼 那個刀 就是離開身體吧 不要受傷囉 這個碎片還有用處 來 你就回去吧 回來了欸 完了 那刀是不是還在我身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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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刺喔 喔啊 九九九九啊 喔 這個 頭腰腰沒刺喔 總算在幹 這個 這個 這個能力好像有點猛 謝謝你 啊 幫我把禁守院的人類都殺光吧 嗯 啊 我就不需要把他們做 做成那個稻草人了 雖然我本來是想把我的肉都給大家吃的 但時代沒有時間 那 好 就交給你吧 剩下的就剩你了呢 謝謝你這麼努力 我要給你一個獎品喔 啊 我就要把我的稅給 給解放出來了 所以 你可以自己決定 決定什麼 嗯哼 沒想你 決定要 要自殺了嗎 那你就跟這些 大家一樣變成那個 稻草人吧 不要啊 喔 他已經解放我們了 哎呀 他恢復了我們的那個神智 他已經解 解放了我們 也不一定啊 剛剛最後那邊我搞不好可以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殺他 不用拔刀吧 因為剛剛那邊我可以去找 找 找別人的試試看 對啊 那我覺得應該是我翻的問題吧 不過大概差不多就那樣啦 不過大概差不多就那樣啦 一開始就不要吃喔 一開始會是嗎 應該不會 我覺得最後先不要放 先放 我覺得最後可以放鏡子 或者 可是那個鏡子也不是那把刀啊 哎呀 啊 幹 這什麼 衰毛爛故事啊 氣死人 啊 四 啊 瘋狂的神的節作 幹 我看你們過得很開心啊 啊 右邊那隻是蝴蝶啦 啊 神史嗎 他不是有有幾隻神史嗎 左邊那隻應該是蛇吧 右邊那隻是神使,因為日本不是神使就是動物嗎? 所以右邊那隻是蝴蝶,然後 之前的那隻貓嘛,那個百壁是貓嘛 然後萬代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就是了 雞巴水貓爛酷屎 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們剛剛最後可以不拔刀吧,對不對?這邊嗎? 如果不拔刀 睡著了 紅腕不是神使,他是後來 這邊已經拔完刀了是不是? 這邊已經拔完刀了 等一下喔,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這邊 我這邊會開始扣血嘛,對不對? 如果我扣到零會怎麼樣? 好,我來自殺好了 世界太平 就是這個 怎麼不會原地爆成一灘肉泥然後跟我說結束了嗎? 還一半的血 所以我一開始就不該吃嗎? 不要從頭啦 好,死了沒 喔,剩一滴血了 哈哈哈哈 嘩,嘩,嘩 微妙 沒有特報,我想以為這邊會有個特別的結局 我看一下喔,那剛剛拔刀是這邊對不對 這邊是跟雞巴人講話,我們先跟他講完話看看好了 這邊如果拔刀有沒有其他的解法呢 這又是他的肉 喔,所以我們一直以為他是治療我們 然後讓他身體變好,結果根本不是 根本是個雞巴人 最生氣 生氣氣 這邊是雞巴人 這邊是雞巴人 是雞巴人 在雞巴人 我們有個小牌 這邊是雞巴人 所以我看一下 是雞巴人 所有人都會有演出 先不拔刀呢 先不拔刀搞不好還有救欸 欸我沒有拔刀 來看看 合合智障我刀沒爬 刀呢 鏡子的碎片怎麼了嗎 在哪 不是拔了他的刀殺了他嗎 友達我們是朋友 他是朋友 鏡子的碎片 那傢伙還有嗎 你 什麼 啊 開啟足 抱歉啊 我的腳 晚了 為何 為何 有策略的朋友 什麼意思 想要做的嗎 夫人的朋友 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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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echiyo Akechiyo 後 對面 Sono Mama Masuo 他說 Akechiyo 背後 直直的跑吧 就算你的腳被什麼抓住了 K9 也不可以停下來 喔 他要跑了喔 這樣行嗎 你把神吃了 就算你是神也會受到作祟詛咒喔 一開始就是應該是這樣啦 阿 我們要走了 阿 所以又要跑了是不是 好 跑 Akech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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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邊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我剛剛操縱會是這個樣子 他這邊在操縱是 你必須要順著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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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頭的方向走 對 OH 阿太好了沒事了呢 欸你不說話 是什麼有恐怖的事情嗎 我還以為你被戰獵大人襲擊了呢 真是太好了 阿 他說這是他們戰獵大人會襲擊人 阿 突然葬裂碎石的屍體跑出來了 現在大家就從家裡去拿道具了 嗯!料理道具啊! 大家要把葬裂碎石做成料理!吃掉! 你看!雖然看起來不怎麼好吃 嗯...也許可能沒什麼食慾應該有別的辦法吧 今次死定了 我看見了 他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復活襲擊我們葬首院嘛 所以就說雖然看起來是這樣 但不知道哪天復活會不會襲擊我們啊 所以我們大家就決定了 大家就把它吃掉吧 這樣子就可以保證我們禁首院一家的平安安全了 忍耐住吧!來!一起幫忙!先去媽媽那邊吧! 這個結局更爛啊!操! 他手上還拿著筷子 這結局比剛剛還鳥啊! 幹!這什麼狗屁結局沒有好一點的嗎? 沒有一點...沒有一點那種奇蹟嗎? 愛的奇蹟呢? 所以我說那個愛的奇蹟呢? 活現在還是活下來 但我看他整組壞掉了吧 這女主角已經從頭壞到腳了吧 他一臉就跟本子裡... 不是! 他一臉就跟那個... 那個精神崩潰一樣 那樣的... 可是他眼睛很崩潰啊 沒有啦! 怎麼會有呢? 3 啊... 什麼 《波に来る神まぼり》什麼 還要勒黑暗的神石啊 幹 衰毛爛故事 從標題畫面可以玩新的章節 蛤?! 可以玩新的故事 但是要從一開始 等一下 所以 一定要第二輪才能有新故事嗎? 後來譏定 鮮協定 前結婚